老板 老板 真是你啊 小悠 我今天特别感谢你呢 你给我那个每个月资助300块钱 我都收到了 而且学业马上完成了 我得好好谢谢你 对啊老板 每个月300 你确定是300 是300啊 老板 这个文件麻烦你看完了之后 签个字吧 行 对了王厂长 我听说咱们新来的员工 有叫小悠的是不是 对小悠 那个男孩子家里很困难 所以他就趁这个时间段出来 勤工解学了 赚点学费 赚点学费 嗯 行 对了 我这呢 这好像有五万块钱 你这样吧 我以个人的名义啊 捐赠给他五万 好不好 你今天务必亲自交到他的手上 行不行 现在就去办吧 行 行 老板 我现在就去办 好 对 你怎么又在玩游戏啊 表弟 表姐 脚放下来 上班时间像什么样子呀 听说你的部门里面有个亲笔工 还修理工叫什么小油的 是不是 在也挺困难的 是有一个 老板以个人的名 捐赠他两万块钱 等会儿你去把这个钱给他 听到没 行 表姐 你别打游戏了 上班就好好上 知不知道 我先走了啊 晚上还要家里吃饭 好 小油啊 嗯 是我 是真的 别老整天吃面包 我听老板说你考上大学了 啊 考上大学了 嗯 考上念书啊 这是老板资助你的五百块钱 老板给我的呀 对呀 用 谢谢老板 谢谢主管 还有啊 好好念书 到时候毕业了 继续来公司 当修理工 行行 好 这个修理工位置 我还给你留着 好 谢谢主管 行 吃吧 好好 哦 这样吗 小油 那个我办公室有点活 你帮忙打扫一下 好不好 行行 走 干啥都行 老板 来小油 是要打扫 为什么 不用不用 我这呀 都给我专人打扫 哦 那个我来去是想问问你 就是你在公司待了好几个月了吧 啊 好几个月 对咱们公司买会不满意吗 哎 都挺好的 尤其是厂长和主管 对我特别照顾 可能是看我年龄比较小 啊 都挺照顾你 对对对对 咱们吃住这方面 都挺好的老板 都挺好的 啊 都挺好的 哦 哎 你这样吧 那个我给你一个金钟馆打个电话吧 好 我问问他 老板 是我 啊不是 你们不是老乡吗 哦 我家里过来聊聊天 行行行 好 喂 金厂长 哎 你带着你的表弟啊 来我帮我试一趟 好不好 老板 我们来了 主管 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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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广犯法的哈 咋的呀老板 那个小油 他那奖决金怎么回事啊 给了呀 给了 三百 你才给他三百 给了多少 不是三百 给了多少 我不是给你放了五万吗 啊 我怎么放到人手机身三百了 给你五万 我不是给你三万吗 那可是人家的求学金 你打了良心是不是坏了 啊 他上不上学都没事 上不上都没事是不是 你呢 以后你家有孩子别上学了 听见没有 那可是一求学金 怎么想的你们俩 还有 公司的福利 来 福利哪去了 我不让你放爱去了吗 我不让你翻了吗 卖了 你怎么能卖 你公司的福利你都敢卖 卖了是吧 卖哪去了 啊 老板你别生气 老板 卖到山东哈尔滨的 老好卖了 我一卖 卖了一条卖了三百多 还没到地方 直接抢走了 三百多 这个裤子啊 是我发给他们的福利 你不但私家倒卖 还给我这么高的价格卖出去了 啊 你们良心不会痛吗 你妈 他卖的又不是我卖的 你指着我干嘛呀 不是你卖的 你俩都是同流合污 知不知道 我可没拿这个钱啊 我就是讲学金私 你没拿这个钱是吧 行 我不想听你说太多废话了 我跟你说啊 他的钱 一分不少的 一会都给我补上 听到没有 还有这个福利的事 我不管你卖到哪 不管你卖到多少钱 一条一条都给我买回来 听到没有 听到没有 买不回来了 都卖到好多地方 买不回来是吧 那我找个地方让你买了 我让你吃几天免费的饭 拜拜 好好说嘛 都干了 干净干了十几年呢 对 你也知道啊 你干我干了十多年了 这种事你还能做出来 我跟你说 金厂长 先做人后做事 你连人都做不好 还做什么事啊 带着你的 嚣张马虎的表弟 给我滚 老板 留我 走吧 小勇 你来 他俩呢 已经让我开了 你放心 以后啊 没有人会扣你的工资 好不好 那个 我看你也要开学了 那个奖金的事呢 正好我这有三万 你先拿着吧 老板 我这 不要了吧 哎呀 这钱也不是白给你的 你拿回去之后呢 好好上学 如果将来有机会呢 有缘的话 咱们还会再见 如果说上的好的话 再回到咱们公司 回报公司